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有人说去卫生间与从卫生间回来的状态是一样的 如果有这样的人会很奇怪 正常情况下人去的时候应该匆匆忙忙的去 出来的时候应该悠闲的出来对吧 去的时候与出来的时候都匆匆忙忙的人是有问题的 正常人去卫生间的时候与从卫生间出来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人要勇于言在先 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然后积极付诸于实践即可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圣经中学到的 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首先是说出想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是先说出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首先要说出自己想要取得怎样的成功 如果十年的时间不停地向周围的人 捞到自己想要成为约赚五千万以及一亿韩元的人 那么真的会梦想成真 并成为真正的成功者 这时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会问 世界上怎么会有那样的好事 像我这样的人如何约赚五千万韩元 谁说可以约赚五千万韩元的 不要在那里一想天堪 他是不可能约赚五千万的 但是正是这些人们眼中不可能约赚五千万那么多的人 正因为一直高喊自己要约赚五千万 在人们眼前觉得不可能的实现了这些目标 却有人实现了约赚五千万 我在所讲的内容都是在圣经中学到的 所以大家要不断地向周围人传达 自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的信息 首先大家要记下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 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填写生涯规划 要成为这样成功的人 要将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脑中制作成一部电影 只有这样当有人问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才可以很熟练地回答出来 而不会出现有人问你以后想要怎样的面貌取得成功 而出现吞吞吐吐回答不出来的情况 所以需要大家将详细内容记录下来 就像我一个月前想要赚多少钱 十年的时间要存几十亿韩元 另外我想开什么样的车 以及想生活在什么样的房子中 与我一起用餐的人是位于哪个层次的人 我每个月要帮助谁 以及在资金上给予多少帮助 像这样的详细的记录下来 并像电影一样 牢牢记录在脑海当中 然后不停地向周围人说出以上这些梦想 至于周围有多少人听这个问题 大家不要太放在心上 重要的是自己要听到自己的心声 大家要在五年十年期间 不断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 有位朋友曾经跟我说过 精英爱多美太难 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我反驳道 之所以无法成功 是因为你总是持有消极的态度 对方听我这样说以后 很严肃地回答道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才帮助你的 如果是其他人 我才不搭理呢 但事实上 人在劝说对方的时候 是两个人在听 对方在听 你自己也在听 所以在劝说对方之前 自己已经在内心 无数次的抱怨 经营这个事业太难 不可能成功 谁可以听到以上那些消极的声音 当然是自己听的最多 所以才会抱怨经营事业太难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 不断地在内心鼓励自己 周围人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自己听到 事实上成功的法则很简单 将自己以后想要 以怎样的面貌取得成功 刻画在脑中即可 在刻入脑中之前 要先将内容记录在本子上 上个月写完人生规划的人 这个月重新写一遍 每个月都在不断更新 自己心中所想的内容 如果每个月都坚持记录 就会更好 即使每个月都来参加研讨会 也要坚持记录 之所以要求每个月 都要填写生涯规划 是想让大家逐渐更改 完善自己的目标 一开始想生活在 面积15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里 但是有一天又想生活 在独家庭院当中 那么这时需要重新 修定目标吧 只有实现目标的渴望越高 付诸于行动的动力 也就越大 本来梦想着去买 一辆Ecos轿车 但是突然有一天 当看到从眼前 急吃而过的宝石结石 因为内心太过激动 而久久无法入眠 这时要将目标 换成购买宝石结 更改自己的目标 既不要交税 也不会产生任何费用 直接修改就可以 不需要任何人交税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通过不断修改 完善自己的目标 逐渐朝着自己 所向往的生活的方向靠近 大家要树立那种 可以让自己成为疯狂的目标 如果大家所设立的目标 对自己来说实现不实现都可以 那么一遇到困难 就会选择放弃 所以大家要设立那种 让你可以为之疯狂的这样的目标 只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大家有这样的决心才可以 大家脑中经常浮现一些想法 对吧 在脑子清醒状态下 浮现在脑中的想法 往往是可以实现的想法 比如 一位年过五十的女士 想到陆军士官学校 去当一名士官 想成为大韩明国一名坚强的军人 然后在脑中迅速靠化出 想梦想中事官学校的样子 那么最终结果会怎么样 学校接不接收年过五十的人 当然不会接收 这是百分之百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但是像那种梦想着 月赚五千万韩币的人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实现 但也不是百分之百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我说的对吧 我们要为自己 设立那种有一定难度的目标 大家挑战那些百分之百 可以实现的目标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大家不要去挑战那些百分之百 可以实现的目标 比如让大家设立一个 攀登后面的目标 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轻松 登上那个山顶吧 但是这对我们来说 有挑战的意义吗 是没有任何挑战意义的 再比如在路边摆摊 卖海鲜 或者蔬菜 是百分之百 可以实现的事情吧 只要小心防范警察的检查 那么百分之百 可以实现的事情 但是对于那种百分之百 可以实现的事情 即使成功也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若想取得真正的成功 应该挑战哪些事情 不要去挑战百分之百 可以实现的事情 要去挑战那种 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对于月赚五千万一亿 韩元的目标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可以实现的目标 但是有实现的可能 大家所认识的前辈中 有取得成功的人对吧 现在我们会员数达到几百万人了 对吧 但是现在已经是尊王大师 王冠大师的领袖们 他们在埃多美创业初期 埃多美会员数并不多 但即使这样 仍然诞生出了这么多的尊王大师 那么现在我们会员数 高达六百多万名 十年后在这些会员中 会诞生出无数的尊王大师 对吧 但是很多人自己沉浸在 自我否定中无法自拔 我可以做到并坚持下来吗 当然是无论如何 都要坚持下来 所以我们要挑战 有一定难度的目标 这首先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勇气 很多人因为惧怕失败 而不敢向由周围的人 说出自己的梦想 但只有大胆说出自己梦想的人 最终才可以取得成功 创业初期 公司只聚集17人的时候 我却高喊要将公司发展成为 国际化企业 并承诺要让公司会员 月赚5000万或1亿韩元 但我当时心里明白 能实现的可能性只有1% 99%有可能会失败 当时的自己是一无所有的 如何将只有17名会员的公司 发展成为国际化公司 还承诺他们约赚5000万韩元 为他们买轿车 要知道当时我自己只开着一辆 价值280万韩元的二手车 当时有几个比较聪明的人 不相信我对会员所承诺的事情 并选择了离开他们是有自己判断力的人 但是像 朴真秀尊王大师 崔归正王官大师 都是出自那17个人中 当时的17人中 有10人 取得了成功 那是头脑比较聪明 认为我所承诺的事情 是异想天开 而选择离开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 从事着怎样的工作 当时 说出那样的话 我心中是充满恐惧的 因为成功的可能性 只有1% 99%都会面临失败 但我仍然面对恐惧 心里说出自己的目标 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所谓勇气 不是感受不到恐惧 而是敢于直接面对恐惧的勇气 当我面对恐惧 高喊我可以成为 月赚五千一亿韩元的人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的时候 这使我的内心也明白 达成目标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吧 心里虽然什么都知道 但是依然克服内心恐惧 大声向周围人 说出自己的梦想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会一个人在那里担心 如果不成功的话怎么办 然后第二天再自信满满的 向周围人讲述自己的梦想 朋友啊 我以后将会月赚一亿韩元 而你只依靠丈夫 每月赚的五百七百万韩元生活 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觉得丢脸 实际上 那位朋友的丈夫 月赚七百万韩元 自己以兼职的形式 每月一百多万韩元的收入 当问那位朋友 以后养老怎么办的时候 对方却劝我先管好自己 这是要自信满满的 对对方说 我以后是要月赚五千万韩元的 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所以大家一定 要有面对恐惧的勇气 决定一个人成功 与否的因素 不是知识 也不是学历 周围都知道 我上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很差 复读后仍然没有考上 最后好不容易上了夜校 年过六十还在研修硕士博士课程 好在有一刻贵在坚持的坚韧的心 过去五年里 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学业 如果我学习不错的话 三十年前就应该像其他朋友那样 取得博士学位 但是我也只是修完课程 到现在仍然在写论文 因为学习不好 与我一起学习的人 都已经完成论文 获得博士学位 我到现在还在写论文 好 就好在我有一刻不服输的心 虽然我不聪明 但是一旦设定目标 我就会坚持 坚持到底 一直努力下去 这正是不服输的精神 让我最终取得成功 请大家不要成为生活中的懦夫 尤其在别人面前 绝对不能做个胆小鬼 大家一定不要成为平民 平民 有人说当个平民挺好的 我曾说当平民真的一点都不好 大家要成为 努力成为富翁 成为善良的 懂得分享的富翁 只有平民才善良吗 有很多富翁也很善良的 如果没有善良的富翁 那么大家成为善良的富翁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在设定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设定远大的目标 大家若想取得成功 一定要坚定信念 圣经中写到 信任是看不见的东西的 实照 信任不是相信看得见的事物 如果我指着麦克风 让大家相信这是麦克风 有人会觉得很可笑 麦克风就是麦克风 有什么相不相信的呢 但是想让大家相信的是 相信看不见的事物 大家应该相信什么 请大家写生涯规划 大家要在脑中刻画出 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但是在脑中所刻画的内容 周围人能看到吗 是看不到的 但是自己却可以看得到 将未来实现的事情 拖到现实生活当中 进而产生为之奋斗的动力 所以虽然大家现在开着 一辆二手车 但是我以后开着 价值上亿的车 我不需要自己开车了 而是雇佣朋友或者丈夫 为我的专用司机 我只要坐在后座 就可以了 大家要在脑中 画出以上这些画面 我要成为 月转几百万韩元 成为积极帮助周围困难朋友的人 我家的面积最少要 三百三十平方米 这样我才可以邀请 很多朋友来我家里聚会 同时向他们介绍 爱多美的事业 那么现在想要什么样的 房子 车 以及生活质量 以上这些都已经在心中 以及脑海中刻画出来 只要能实现以上的目标 我将会成为付出一切代价 这时要将脑中所憧憬的画面 拉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让他成为推动现实生活的强大动力 所以 大家没有付出于实践的动力 是因为没有目标 对于未来没有充满希望 有些人可能很好的 为自己创造生活的动力 我们一般称之为希望 对吧 这样的人是属于有积极人生价值观的人 但是在座的各位普遍都很消极 如果本来是对生活不怀希望的人 勉强让他勾勒出生活的未来的蓝图 并将那蓝图拉到现实中 作为动力生活 那么样 大家真的会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所以 我以前经常对 我的创业初期者们 讲到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自己会那么穷 知道自己穷 但没有想到会穷到那种程度 供应我们产品的公司 如果知道我竟穷到那种程度 会因为担心无法支付费用 而不供给产品 但是 在他们面前 我表现的总是自信满满 所以 人要言在先 我说什么要在先 要言在先 所以 大家大胆地向周围人 讲出自己的梦想就可以 即使 没有人相信大家 但是大家只负责讲就可以 只要大家 鼓起勇气 向周围人 说出自己 以后成功的样子的话 就一定能梦想成真 只要大家敢于向周围的人 说出自己成功的样子 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成功者 请大家一定要坚信 我所说的 今天的演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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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